大家好,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在Redux中发送一部请求获取数据的流程 打开我们之前的代码 在这来看,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to-do list 我希望呢,发一个AJAX请求获取一个列表的数据 然后呢,显示在我页面的这个list列表之中 怎么做?之前呢,我做过这块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在这个to-do list里面,我们可以写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我们把它放在哪里呢? 我把它放在这个render函数的后面 叫做componentDedAmount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引入一个axes import axis from axis 然后我们调用在这里啊 axes.get这个方法 去获取某一个路径下的这个接口数据 我们可以随便起个 比如说我们要取这个list.json OK 然后呢,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执行一个成功的回调函数 如果失败了呢 我们也可以执行一个失败的这个回调函数 那这里呢,失败的这个我先不行 好了,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啊 打开控制台 刷新 大家可以看啊 localhost 3000下面的这个list.json 实际上这个接口啊 并没有内容 那我们呢,如果想去模拟数据 我们怎么做就可以了呢 首先打开我们的chars这个工具 这节课呢,其实是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tools 有一个map local 好,在做map local之前呢 首先我在桌面上要创建一个文件啊 cd desk 好 touch to do list.json 或者叫list.json啊 touch是Linux下的一个命令 就是创建文件的命令 那windows的同学直接在桌面创建这样的一个json文件就可以 这个json文件里面呢 我们填一个数据 hello del li 保存 然后我们打开chars做配置 点开map local 我们打开之前的这条数据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把它删除掉重新创建一个吧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接口的地址写进来 然后呢,你随便竖一个数框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地址啊打散 正确的形式填写到各个部分 当你访问这个url的时候 我希望给你返回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这个桌面上的list.json 点击ok ok 然后我们再刷新 它就不会报错了 我们可以点network 刷新 在这里来看啊 list.json 有一个preview可以看到它的返回值 就是一个数据 ok 我们现在呢就有数据了 然后我们继续来写代码 在这里 如果请求成功 我就可以获取到res里面的内容 我可以console.log一下res 保存 回到页面 刷新 好 那res里面的data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接着我们怎么做呢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啊 去定义一个数据 const.data 等于res.data 接着 大家想 我要做什么事情 接口的数据 我已经获取到了 接下来呢 我要改这个store里面的数据 大家想一下 是这样的吧 因为数据呢 现在都在store里面存储着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 我们说store有一个方法 叫做dispatch 当然呢 我们说要改变store里的数据 要走那个流程 先要创建一个action 所以我们在action creators里面 创建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叫做init list action 它接收一个data 然后呢 返回的内容也是data 当然这块呢 它的type类型 我们要改一下 改成init list action 当然这个常量是不存在的 我们需要去 从哪里引入这个常量呢 从action tabs里面 去引入这个常量 我们打开action tabs 在这呢 定义这样一个常量 好 关闭掉action tabs 然后呢 我们就创建好了action creator 里面呢 多数一个方法 叫做init list action 关闭掉action creator 我们回到tudo list里面 我们从action creator里面 引入这个新的 叫做init list action 这样的一个action creator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接收一个data的变量 然后呢 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就是我们要的那个action 我们这么去写 const action 等于init list action 我要帮你传一个什么呢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action creator 来看一下 init list action 接收一个data 也就是我们阿甲克斯 获取数据返回的这个数据 这个时候 我们action就创建好了 大家呢 可以打印一下这个action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样子啊 保存到页面上 刷新 好 大家来看action就长这个样子 它有一个type 是固定的一个类型 data呢 获取到接口里的三个内容 有了action之后 我们继续要把action 发送给store 所以我们就要用store.dispatch方法 把action传递给谁呢 传递给了store 接着store拿到之前的数据 连同action一起给到reducer 所以我们再去写reducer reducer呢 拿到之前的store里的数据 以及这个action 就可以做操作了 我们在这里写reducer 如果action.tap 等于等于什么呢 我们找到这个action.taps 里面有一个常量 叫做init list action 然后回到reducer里面 我呢先去引入这个常量 从action.taps里面 引入这个常量 然后呢 我在这写 如果action的类型 是init list action 我就做这样一件事 我把state里面的数据 拷贝出一份 我让这个新的state里面的 list等于谁呢 等于action.data 然后returnnewstate就可以了 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 删除功能也好用 你初始化数据 也从接口中获取到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借助这个阿甲克斯请求 重新带大家复习了一遍 Redux的工作流程 那么之所以要讲 这块的内容呢 是因为下节课 我们要结合 to do list 这块异部的代码 去给大家讲解 Redux之中的 中间件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哦 好 这块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就会 我们下节课就会